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曹凡胜 今天我们同庆双节 中秋月圆 迎接祖国的七十二岁华诞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举杯高歌 共同庆贺这一美好日子 我们见证历史 见证新中国七十二年的光辉历程 我们迎来十月 迎来祖国繁荣昌盛的灿烂明天 在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到来之际 海外江西人迎中秋庆国庆 全球云端晚会 现在开始 在这灯光和微笑构成的舞台 在这笑声和歌声汇聚的海洋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 由我们主持与大家一起共赏中秋同庆国庆 大家知道 举世瞩目的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即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计划于2022年2月4日开幕 2月20日闭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 意义重大 期盼广大海外侨胞 特别是海外江西人 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和参与 桥是我们心中的一座桥 一头连着海外赤子的心 一头连着归国 桥眷的情 海内存知己 天涯入彼林 祝福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不强 祝福我们的民族日益强大 祝福我们的祖国